台湾咖啡的企業越來越大 所以要喝咖啡的人也很高 不過要怎麼做一杯好的咖啡 又真的要喝咖啡 為了要擱這咖啡的美學 住在民眾的生活中 操縱點就開了一般咖啡的原始版 老實對咖啡的歷史 將對咖啡和使用的企圖 從掛頂頂來掛起 只要不可以結合到 第二三頁做導管的企圖 肯定是最大的功夫 學官大家也都學會了很開心 進入到第三頓口 學官越來越專業咖啡室出色 為火大小加來風雪 細節都很緊急 這款西翁風雪之外 學官仍以待一點農曼有個趣味 咖啡的三 咖啡三啊 變成冰淇淋啊 訣竅還有時間 火候 然後能夠控制得很好 而且煮出來的咖啡豆 好壞的咖啡豆 口感真的差很多 按摩那個壺滿有趣的啊 它是目的在哪邊啊 按那個壺的目的就是讓 咖啡不會那麼酸 在台灣喝咖啡的人越來越多 有這種咖啡的美學 住一個民眾的生活中 又像澳大來和地下一樣 就住咖啡大學學長 邀請到整個工師來開設咖啡的經濟班 和將近三十年的企業做到下 所以70小時裡面 他們可以學到很多種 咖啡的 煮咖啡的器材啦 煮咖啡的這個 各式各樣的這個 這個咖啡的這個名目啊 都有 因為台灣的企業適合做咖啡 所以市場越來越大 上去也無憾 所以在提供咖啡最多美好的東西 朝鑽頂長的紅鍋好 整個也不可以 吸引電池三葉作回來發展 鳳梨酥啦 是說一些果裂等等 我想這也是我們這個 尤其品嘗咖啡以外 那有一些附輸品 大家也可以來做品嘗 我想這對咖啡方面 我們也可以來提供啦 進入狀況以後 最後還要進入咖啡機的世界 就是打奶泡啦 學拉花 可能是最後的境界 讓他們有一天 如果要開咖啡館的話 他們從頭到尾 以及跟客人的互動 通通具備了這個嘗試 尤其各西方的咖啡 全國最上座的地方 也能夠立即發展咖啡的選擇 那是可以讓上來合作 讓這人要喝咖啡的學員 有機會用慶祝來奔心選擇 這會來提供 既然你們先查訪佛島 Orlando 我是一個人的 我也不問 幫我 有